身上具有橘色小点的幼虫出现在枝头上 一夜之间把整排的罗汉松啃得金光 让李明吓到通知里长 当初的时候弄得很漂亮 罗汉松很清脆 在大概的一夜之间 本来这么清脆这么绿色的 就通通没了你看看 好严重 照片中的虫虫就是陈代蓝蛇的幼虫 最近出现在中正路市长官邸古迹附近 原本整排绿叶茂盛的罗汉松 却因为被数百只的虫虫大军入侵 把整排的罗汉松啃得只剩下质干 他本来都爬到这个官邸的木材上面去了 那这个整个数法都有啦 反正有几百只啦 由于又从把罗汉松啃光之后 陆续爬进市长官邸古迹内 居民担心官邸也会沦陷 里长赶紧通报文化局前来消毒 彻底把幼虫消灭 我们昨天在接到罗汉的时候 就及时找了消毒公司去做消毒的处理 那这个部分对于这个虫额的本身 已经消除差不多了 那另外就对建物本体也有做适当的一个 在强化的这个消毒的这个动作 其实在当时在修复工程的时候 这些日式木建筑的房屋 它所使用的木质材料 我们都已经有做过防虫跟防腐的处理 所以这一次的虫派对建物本体并没有其他的影响 每年的4月到5月是飞蛾的繁殖期 大多分布在日本琉球群岛 在低海拔地区活动 由于幼虫具有毒性 鸟类不吃天敌也少 这回出现在市场骨鸡关底 吓坏了不少民众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